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琼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电影,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今天我们要说的电影叫《血战沙漠》 导演还拍了一部叫《女巫布莱尔》 估计不少人都看过 故事发生在2001年 男主本杰明是一名美国CIA的探员 他受命来到阿富汗当地执行下秘密任务 寻找一名叫阿班的老者 当然想要在当地找人 靠他自己一个人,显然行不通 这要是走错地方,等一下被干掉也说不定 所以男主和一支驻扎在当地的特种兵部队 一同前往阿班所在的村子 根据线人提供的线索 他们也确定了阿班似乎在圣山 但哪里才是圣山呢 不过男主在阿班的房间内 用一台奇怪的摄影机拍摄 他解释说是为了让美国人看看 圣人居住的场所是什么样子 但男主偷偷地拿着了一架飞机模型 这个好像是远古模型飞机 第二天,男主一行人就准备前往圣山寻找阿班 但如果只靠GPS定位的话 所以不知道要找多久 如果有个当地人做向导 那会好很多 反正潜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他们雇佣那名小哥一起上路 一开始一切顺利 但男主很距离 在途中用枪扫射道路 原来他在前面发现了地雷 看来这一代也不安全阿 按照地图上圣山的标注 他们要穿过大峡谷 本来行进的好好的 谁料前方竟然有一辆木车挡住的去路 特种兵们察觉不对劲赶紧下车 但还是往内部他们遭到的袭击 一名同伴中枪,雪冠全部破爽 似乎袭击他们的人并不想灭掉他们 而是故意破坏车子的雪箱和饮水 这对他们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 对于士兵来说 执行人物远远放在地位 没有足够的补给 他们只能上路 他们将同伴的尸体放在车上 沿途 他们用无线电和卫星电话随时保持通讯 男主这边 则老师用那台奇怪的摄影机各种拍 但他的任务真的只是为了找到阿班 拿到什么资料吗 晚上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地方休息 却从望远镜中发现 远处似乎有车灯的亮光 主人都盯着那边看 最后看到了鬼灵幕 车灯分开 然后飞到了天上 这是什么鬼 难道是星星导弹 但为何没有攻击他们呢 主人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无果他们只能继续上路 可上路齐驱 再加上雪箱破爽 发动机过了 一段路就要休息火 此时那名向导小哥 突然看着峡谷那边说了句 我们不应该穿过峡谷的 这里并不安全 但士兵们可不会听你瞎说 执行任务才是第一 奇怪的是 在这个地方 无线电 卫星电话 似乎都失去了作用 这样的话 如果向全球帮助 估计都没法指了 只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夜里突然有直升飞机的声音 难道是同伴 他们赶紧拿出了无线电影联系 但信号非常的薄弱 那边还有干扰声 可飞机的声音 却离他们越来越近 就在重了 以为直升飞机要降落的时候 声音突然就没了 这是什么鬼 难道是因为伤头太高 可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即使产生幻觉 也不可能一起产生吧 他们能做的 就继续前行 不过 他们将小哥的尸体 先放在了这里 毕竟 后面可能都是上路 带上一具尸体行径 必然会大大的延缓速度 第二天 队长这边询问手下 是不是联系的时候输入错误 可小哥说 我也不是什么菜鸟 怎么可能放这么低级的错误 当然 这不是重点 主要是他们在一个山头发现了 最早那名死去小哥的残肢 而小哥尸体的存放处 果然空空如也 尸体不知所踪 这难道是谁的恶猪剧 可拿死者来做这种事情 真的太可恶了 更为夸张的是 他们在一个山谷内 发现了岛山脚型 数量还不少 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没有人想要踏路 还好他们闲见了路途 并不穿过这里 男主一直按照地图的指示 给大家辨别方向 可势必吗 拿着指南针 却放男了 因为太阳可以告诉你 现在的方向是哪里 但指南针 却和太阳的方向相反 想让这里 应该有什么铁框类的在影响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个山洞 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但只能冒险进去看看 这一段 弄得稳的是心经胆畅 最后才发现 里面只是一名老子 老子的语言 有点灰色难懂 向导小哥只听懂了老人表达的 他和几个人一样 是士兵 他也没有见过阿伯 不过重能感谢他 将大家的水壶都给抓满了 这在沙漠中 可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小哥能够找到附近的一个绿洲 那边有水源 但路途有点远 不过老人的装扮很奇怪 他身上穿的衣服 好像是军装 可况是好像很老旧 很像当初流传的第444步兵团 原来1822年 英国决定带着 4500名妇女小孩 还有无数的三人穿越这里 当初就是由第444步兵团护卫的 16000余人穿越这里 可最后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他声称亲眼目睹了恶魔的世界 当然这只是传说 不过这个老人 难道就是那名幸存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名老者至少有百来碎了 有点不太现实 夜里胡子小哥用夜市望远镜 在四处查看 却看到了老人身边 似乎出现了身穿军装的人 然后这些人提着到 往他们这边赶来 最后小哥开枪 可等众人上前查看的时候 只发现老人死在了地上 人家给你顺水 你们反而打扯了别人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恩将仇报吗 可开枪的小哥说 我是看到其他人才设计的 他们全副武装 似乎准备对我们动手 但现在却变成了这样 向导小哥说 你们不能将老人丢在这里 要按照他 不然你们都会被诅咒的 可现在情况特殊 他们只能先离开 途中有人不舒服 想要喝水 可水壶里面竟然都是沙子 这是什么鬼 不是抓满了水吗 而其他几个人的水壶内 都是沙子 向导小哥 脸色都变了 这难道是老人的诅咒 男主让小哥 赶紧带他们找到水源 可按照小哥的建议 水源所在的地方 最后却变样了 并不是他记错了 而是踏入到这个禁区开始 一切都变得很不正常 这么多人 唯有男主还保持冷静 他的心中 似乎只有那种所谓的任务 已经有士兵怀疑男主了 可男主闭口不谈 只是说这些任务 就是找到阿伯 拿到资料 没有其他的 可怪是 越来越多 夜里众人更是发现 有一个发光球 他们以为是别人 开着汽车大灯 所以让其中两名士兵 前去查看 没想到 刚刚靠近 人就没了 他们疯狂的 对着光球设计 最后光球消失不见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昨晚发生了什么 但一种恐惧之感 都涌上大家的心头 更为夸张的是 向导小哥 竟然跳崖致近了 众人都傻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或许就当地人 才知道这块境地的恐怖 向导小哥 最初只想要赚点钱 但最后却被困在了这里 他似乎也知道 根本逃不出去 没有向导 他们怎么找到谁 大家都将矛头指向男主 因为男主肯定隐瞒了一切 直到男主 用一切在空地那边 拍到了诡异的阴幕 最终他才将一切告诉大家 原来从80年代开始 男主所属的秘密部门 想要在这里建立一个训练基地 但他们发现这个地方 是地球上唯一的死亡之地 在这里一切都无法使用 只要和电磁波有关系的都不行 虽然部门有调查 但毫无头绪 直到2000年 他们的卫星意外拍到了一张照片 好像是传说中的战神之车 这是史前时代建造的飞船 而他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证明这一切的存在 原来他来到这里 是为了找可能不存在的东西 他身上的专用仪器 可以传说数据 但做不到 找人来救援 说白了 男主抱着必死的心 来执行这鬼的任务 队长听完后 劳怒不已 和男主打了起来 但打架解决不了问题 虽然男主做好了 为国家捐缺的准备 但他依旧想念在家里的妻子 如果可以活着 没有人会想死的 没想到第二天 队长不见了 男主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但在这个境地乱跑 必死无疑 原本这么多人 最后只剩下三人 还有一个半死不活的 但男主必须前行 直到他们来到了尸骨炼狱 这里都是尸骸 男主赶紧拿出了一切拍摄 却在天空中发现了不明雾 另外一名士兵 激怒的拿枪扫射 最后瞬间消失不见 男主只能背着 紧身下的名士兵赶紧跑 但他知道 留在这里 必死无疑 而男主 之所以能够保持冷静 那是因为他身上还有点水 他没有告诉其他人 男主留下的这名士兵 独自离开 他确实没法带着人走 就这样走着走着 男主竟然发现了绿洲 这里有水源 可水源旁边 竟然就是队长的尸体 随后 一阵天旋地壮 男主晕了过去 直到晚上他才醒来 本来他想要发射信号弹的 谁能想发射了之后 无数的信号弹 也往天上发射 这样军方根本无法辨别他的方向 随后 他看到了更加诡异的一幕 似乎 圣人正在靠近他 用手触碰 似乎有大量的知识 传入到男主的脑中 等画面再吹上 男主漂浮在病床上 他似乎被点化了 而房间外应该是军方的人 显然男主被发现带了回去 影片的最后是一段 关于男主妻子的采访 妻子表示 丈夫失踪一年多了 丈夫的部门也有不少人失踪了 他不知道为何丈夫被除名了 难道他不是为国捐缺的英雄吗 但丈夫寄来了一本笔记本 里面都是一些奇怪的图案和密码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剧情大体上就是这样的 看似这些部神叨叨的电影 实则还是有奇影遇的 相信不少人看完电影 应该也猜出了一些 我就简单的提几句 故事发生在2001年 还是在阿富汗 美军士兵来到这里寻找战神之车 中途莫名其妙的杀了一个 帮助他们的老人 然后士兵们一个个倒下 而男主其实也只是一颗棋子 虽然他们为国捐去 最终却被抹除了存在 结果牺牲大量能力却一无所获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